案件伤人 听成语故事 洗古人智慧 幽兔笑谈成语篇第97集 事宜 在隐蔽处放箭伤害他人 于本颂流言耳言卷6 后用案件伤人抵御案中用阴险的手段伤害人 典元 颂流言耳言卷6 案件众人 其身刺骨 人之愿之亦必刺骨 以其眼人所不备也 两军对垒 刻日乃战 鸣笛交持 父不愿胜 罪不在人 则在己也 故君子之于人 与其殷轻不如选择 注解 典故或建于左传 银公十一年 宋 少博少氏文件后鲁卷三里 刺骨 刺 质也 刺骨 质骨 离玉对于某件事情的感受非常深刻 左传 银公十一年 公孙恶与银考书争车 银考书携州已走 紫兜拔吉以竹之 吉大魁 胡吉 紫兜怒 秋七月 公会接候 郑伯拔雪 庚臣 赴于雪 银考书取郑伯之旗毛虎以先登 紫都自下舍之 颠 侠书营又以毛虎登 周辉而呼曰 君登以 郑师彼登 宋少博邵氏文件后鲁卷三里 课问刘贡妇曰 某人有引过否 中司将鸣鼓而公之 贡妇曰 中司自可鸣鼓而 老夫难为案件子 客笑而去 滑稽 致为后者已 典故说明 案件商人 原作案件重点 刘延是南宋时的理学家之一 当时理学以朱熹和陆九渊为首 门户分立 相互争论 刘延却能并除门户之间 携取各家之常 不留于意气口舌之争 他著有《尔延》一书 曲 诗经 小雅 小迷诗句 维尔延是听 维尔延是争之意 以浅进的言语 来阐述理学精规的道理 在这段文字中 刘延详细说明了 君子和小人的不同 他认为小人经常在背后 发表重伤他人的言论 就像暗中放冷箭来伤害人一样 这两种行为 都可以造成他人痛彻心扉的可怕伤害 而君子的为人光明磊落 认为与其用阴险的手段得胜 宁可用光明正大的手段来一较高下 即使失败了也没有怨言 后来 安戒商人这句成语 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用来比喻暗中 用阴险的手段重伤他人 用法说明 一 他就是安戒商人的元凶 竟然还装出一股正人君子的模样 二 他向来形势光明正大 从不按键商人 三 你要提防着他些 他专干按键商人的勾当 四 这种按键商人的做法 是小人行径 君子不齿 五 我这次会栽在他手上 是我没料到他会不讲道义 按键商人 六 在你受伤时 我真心照顾你 想不到你去按键商人 真是广恩不义 七 你这份工作很让人眼红 得小心行事 公司里会按键商人的家伙不少 八 董事长对我的态度突然转变 我怀疑有人按键商人 在他面前说长道乱 九 朋友 有本事救出来光明正大的较量 这样按键商人 算什么英雄好汉 按键商人 比喻暗中 用阴险的手段 重伤他人 恭喜今天你又学会了一句成语 听成语故事 洗古人智慧 YouTube笑谈感谢您的观赏